其實之前也沒有通信 因為我們好像一年吧 一年多 然後之間還沒有時間通信 然後看過他的照片 所以看到他的真人 看到他的生活環境 然後剛我們去他的教室上課的地方 然後我現在來他的家 然後看到他的家人 是滿奇妙的感覺 然後他是一個非常害羞的小女生 所以我覺得 就是看到了我們住養計畫當中 我們付出的一些錢 其實是真的有在幫助他們的生活 所以是覺得 不能說自己覺得自己很偉大 但是我覺得是滿感恩的一件事情 所以又說自己很偉大 感谢了 感谢了 感谢了